消防人员开落一片火海 可以看到车道两侧的火势都相当惊人 这是发生在土耳其西北部的惊人景象 当地因为高温干燥的空气以及强风 野火已经延烧两天 火势蔓延一千五百公顷 还好目前已经获得控制 土耳其记者现场连线报道野火火势时 身旁的一棵大树顺势倒下 压住了一辆白色的小卡车 惊险万分 索性最后在众人的协助之下 顺利救出受伤的搜救队员 当地已经疏散临近九个村庄 约一千两百人 全球怪异的天气还不止如此 智利中南部的埃尔蒙特 传出洪水灾情 暴雨造成三人死亡 数千人无家可归 道路受阻停电 智利总统宣布当地进入灾难状态 当局也出动了直升机救援 另外大雨伴随着闪电和强风袭 以及卖家清真寺 朝圣的信徒们仓皇逃难 暴雨淹没了整条街道 水山接近车子底盘 汽车以及机车也只能想办法涉水而过 极端气候频传除了对民众的生活造成影响 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晋新闻 赞个报道 立刻下载晋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